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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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兆哥开讲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勺还是上涨73点 那原则上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我跟你讲说 机器人重电股 中期已经左落 但是我上礼拜跟你讲 如果你持有这一种股票 不要杀低 不要杀低 虽然我看说中期左落 但是他得到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1519 我们跟投资人跟你讲说 你不要杀低 跌到这个地方 因为KD指标到达低档 1503也一样 KD指标到达低档 1514 KD指标到达低档 你静待他 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缓弹 如果弹上来 像这个KD指标 又到达高档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 类似出现这个地方 KD到达高档 你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建议你 不掉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低档 你绝对不要杀 所以依然还是跟你看法没有改变 机器人重电股 中期已经左落了 但是我跟你讲说他跌到这个地方 跌到这个地方会缓弹 你没有必要杀在这个地方 你静待他怎么样 弹类似KD指标 弹升到这个高点 你在这个高点把它怎么样 KD到达高点你才出掉 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我们跟你讲说细光子 今天还是很强 对不对 这个涨定板 那6462我跟你讲说 这个中期会中性反弹 因为他这一波到达高点 还有一个怎么样 再拉升上来 这个有一个中期的反弹 但是各位昨天要注意一下 涨到这个地方KD指标到达高档 可是我跟你讲 最抗好的股票 2369细光子 这一档股票要注意 6257 这一档股票要注意 我跟你讲说 他先前在这个地方装死 上礼拜我跟你讲过了 为什么要装死 让你持有的人 没有耐心 你鸿高怎么样 黄老师说这四档子 接着很好 黄老师说我们继续都买死 对不对 你们都把我 都一直骂我 骂到我耳朵怎么样 我都痒 我都会痒 我都知道 你们都在骂我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又跟你讲说 可能又要再长了 可是他还是不长 为什么 要把你们持有的人 卸出来 空所人 你觉得这种 手拦无畏 你这个地方手拦无畏 那你不想卖 各位 这一档股票 等到这个地方压低进货 这个地方压低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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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他开始慢慢走高 还有这一档股票 还有这一档股票 细光值我跟你讲 我只看这三档股票 那其他的细光值 我跟你讲 我的看法 都严重严重的高估 那投资人你自己要做 你自己斟走 如果各位投资人以后套在高估的细光值 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自己要去追那个怎么样 严重高估的细光值 各位投资人你将来套住 不要骂我 我有跟你们讲了 好 我有跟你们讲了 好 这个地方你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什么股票最低估 我跟你讲什么 AI伺服器 为什么AI伺服器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但是AI伺服器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台积电涨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是 这个涨上去 KD指标出现怎么样 雄辈里 所以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所有AI伺服器 已经大涨上来 KD指标处在高档 譬如说台积电 譬如说鸿海 KD指标到达高档 譬如说3017 对不对 这个KD指标到达高档 3324 这个KD指标到达怎么样 高档 还有3231 这个地方 好 KD指标这个还会涨 这个还会还会涨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2382 各位 这个跟你讲会涨到多少呢 289 因为这个高点怎么样 289 我跟你讲过了 289 好 当这一些KD指标 要处在高档的已经大涨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你静待 礼拜四 台积电召开华硕会 那我跟你讲 召开华硕会 它业绩会非常好 而且未来的展望怎么样 会非常好 可是我跟你讲 公告出来 业绩非常好 展望非常好 各位 那一天就是怎么样 台 这个AI伺务器 KD指标 全部处在高档股票 全部 宏高 后利出场 你等那天 那现在也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持有这一些 AI伺务器 要不要杀 你续报 不要杀 静待 他召开华硕会 告诉你什么 华硕会 大好多大好 跟你讲说 未来第四季 业绩多好多好 我跟你讲 我也知道 可是业绩多好 各位 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买 当时得到这个地方830 我告诉你说买 你不敢买 结果得到怎么样 813 为什么 我告诉你可以买 KD在低档 侧半年线 到这个地方 我会跟你讲说 告诉你可以买 好不好 告诉你 我892 KD指标到的 侧半年线 到这个地方又可以买 KD指标到的低档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地方 跟你讲可以买 你为什么不买 你为什么不买 大家知道说台积电第三季业绩非常好 未来的展望也非常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各位 你为什么不敢买 你为什么不敢买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不敢买 等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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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别人想要买 别人想要买的 全部卖给他 所以我跟你讲 AI数据 等 台积电召开华售会 我跟你讲说 他业绩会跟你讲 多好多好 还有在 未来第四季猜测 会多好多好 我跟你讲 这一个会跟你讲说 多好多好 2382也会跟你讲说 怎么样 多好多好 2317也会跟你讲 怎么样 多好多好 3017也会告诉你怎么样 这一切拉好多好 好 3324也跟你讲说 一切拉好多好 各位 我先前告诉你说 在低档 KD指标到达低档 你为什么不买 内行人买了 结果 涨到这个地方 里面 在这个地方不敢买 别人敢买 跌到这个地方 你不敢买 别人敢买 跌到这个地方 不敢买 别人敢买 好 等到你这个地方不敢买 你杀低了 你这个地方要开始追高 人家在这个地方买进的 人家这个地方买进的 人家这个买进 一定会利用怎么样 召开华硕位 猜测非常好 猜报非常 利用这个机会怎么样 倒给你 好 所以AS伏器会转到什么股票 各位 为什么今天这一档股票会大涨 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业绩也很好 同样AI伺服器 业绩很好 所以你要转到这 尤其这一档股票会涨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是 在五大前置股 哪五大前置股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还有这个广达 达电 这五档前置股 本利比是最高的 那这个股票本利比非常高 为什么今天会涨 因为涨 KD 有没有 在低档交召往上 所以 业绩更好 本利比更低 KD比他更低的 你就要买 你就要买这个股票 所以我跟你讲 最近 2330 2317 2382 3317 3324 各位 你持有人续报 等台积电话公报 公布财测 非常好 各位 你到现在 不要买这个股票 那持有人续报 那各位 黄老师都跟你讲说 那持有人续报 那这个地方空手都不要买 那谁要买 谁要买 我给你讲 自然而然有人买 那你就利用他怎么样 那一些人 买上去 你怎么样 除掉 好 你要拉回到怎么样 8210 各位 你买这个地方 是不是等于怎么样 台积电是不是买这里 是不是等于你台积电买这里 各位 你这样才风险才会小 所以各位 你要选择 这一种股票 你要选择 这一种股票 有没有 KD到档低档 还有 6274 一级好的不得了 KD在低档 还有跟你讲说 国际 有没有 投信外资大卖 为什么今天会大张 KD到档低档 还有你要买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 KD指标 到达低档的股票 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跟你讲说 车电 我跟你讲 3715 今天 我判断今天应该是怎么样 投信杀出来了 今天最低跌到多少 你知道 跌到681 我跟你讲 我在9点半就告诉投资人 说这一档股票 今天会跌到 693 应该是695 695到682 695到682 结果低点跌到多少 681 那695 你就是买695 今天收618 你也赚2块3 那如果今天你买683 你赚多少 3块半 好 为什么这个股票你要买 KD到档低档 尤其今天有一档股票 一大早就涨点板 车电 所以各位 各位 3715 我跟你讲 3715 一击好的不得了 KD是不是到档低档了 1524 一击是不是好的不得了 KD指标是到档低档了 1319 一击好的不得了 KD是不是到档低档了 1522 一击好的不得了 是不是到档低档了 8358 一击是不是好的不得了 KD到档低档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说 这些股票 业绩都比怎么样 1514 来得好 结果股价比压力怎么样 来得低 那你认为 今天杀下来是不是人家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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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1524今天杀下来是不是人家进货 2428 我跟你讲说各位 如果你要买市店 你倒不如买什么 3044 你倒不如怎么样 买2368 你倒不如买怎么样 2428 你倒不如买怎么样 因为这一些业绩都比怎么样 市店好很多 股价比市店低很多 各位 我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谈大陆股市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陆股市 今天香港收盘是得176点 但是我跟你讲 我本来预估今天香港股市就要跌 那今天大陆股市会涨 为什么 各位 你看一下 有人说礼拜六 大陆的财政部没有市立都 将后利了结 卖亚 我希望你后利了结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希望你们后利了结 你们怎么样 恐慌把他杀下来 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地方 很多话还不方便讲 我跟各位投赞讲一个观念 中国大陆 在先前已经释出货币政策的利多 那么大的利多 股价涨了一倍多 目前他花改会 有必要发布利多吗 财政部有必要发布利多吗 你认为有必要吗 他已经涨一倍多了 我跟你讲 我认为他不止没有必要发布利多 我希望他还发布利空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花布利多 各位 环生我跟你讲 你注意 香港如果有跌到20268到191 19706 各位你听我的话 你红低不去 因为这个地方弹生上来 我跟你讲说跌了2000多点 那你看一下 上礼拜是不是缓弹 600多点 所以今天本来就要回来 好那大陆股市 为什么今天会缓弹 我跟你讲说 跌到3327 这个附近 各位 结果上礼拜 跌到怎么样 3341 所以怎么样 那大陆股市今天要缓弹 好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不要发布利多 我希望他还发布利空 各位一下子涨这么多 一下子涨这么多 那你再发布利多上去 你不是让投机客 获利了解吗 所以我就是要发布利空 把他打下来 让你们怎么样 你们去杀低 那中国政府才有低档 在弘低买进的机会 那已经发布这个利多了 他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方不能发布利多 各位 你总是要 检视 这一波发布利多之后 对实体的经济贡献到怎么样 你要评估一下吧 如果实际效果 比疫期来得好 那跟你讲 他未来还是会发布利多 但是利多可以怎么样 可以稍微小一点 如果发布这个利多之后 效果不如意其 各位 那大陆财政部 可以再怎么样 释出怎么样 大利多 你们会不会看 所以你们都没有从心里面角度去分析 所以像跟各位投资人讲 我会买这个地方 买这个地方 各位 我买这么多点 我在上面卖五个点 我已经跟你们讲的 我上礼拜五 17块4到17块2回补 新会员在17块1开始回补 所以各位记得 只要打到17块2以下 红低开始分批布局 好 为什么要布局 各位 我今天给你看 各位这是GDP 给你猜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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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GDP来看 这个国家是不是最烂 从GDP来看 成长弧度很小 而且这个两季都是富的 这个最烂 给你们猜这个哪个国家 可是这个最烂的股价确实创新高 好给你们猜 再给你们看 你们猜 对不对 这个开始转好了 这个量最差 这个量开始转好 这个不错 你看这个也非常好 那这个是最烂 几率很烂 结果给你们猜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是这个国家 股价却这样大涨 所以如果把这个国家股民拿掉 你认为哪一个最差 这个国家最差 如果你们把客观 把这个股民 国家的名称全部拿掉 你是认为这个国家的最差 可是这两个国家 股价却这样 那各位 你认为这个怎么样 好 今天我再给你一个观念 为什么我跟你讲 高股股票绝对不要碰 各位 这是我找出来的资料 大家知道 股市的市主持以GDP 如果超过100 这个股票都严重高股 你知道这个国家 高达多少 297.2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给你们猜 股市市主除以M2 超过一倍 那这个股市也代表怎么样 资金的动能 这个国家投入股市资金的动能 所以 这个股市占GDP比例超过两倍 而且这个怎么样 股市市市值除以M2这个国家怎么样 这个国家很投机 这个国家很投机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给你们猜 这是哪一个国家 好 你看一下哪一个国家最低 股市市值占GDP只有54.2 而且怎么样 股市市值占M2 只有23.9 也就告诉你 他们投入股市的资金很少 大部分都拿着怎么样 去除息 而且股市市值占GDP股最低 你认为这个会不会大张 我认为这个一定大张 给你们猜 好 我跟你讲 GDP做出来 这个是国家 你们觉得应该是国家最烂 GDP做出来 应该是这个国家最烂 可是这个国家却是这样涨 这个国家是这样涨 那再给你们看一个 股市市占GDP 这是哪一个国家 我明后天再跟你讲 各位你自己是思考 好 今天我再讲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 易花 第一季EPS0.7元 第二季0.03 好 8月份的EPS0.0.26 你看一下 易花 第二季 营收是不是比第一季来的成长 可是你看一下 毛利率 却 第二季比第一季来的差 为什么 毛利 因为毛利率大降 38.2 档到29.5 结果怎么样 第二季EPS只有0.02 营收大幅成长 结果这个3.97 EPS怎么样 0.7 0.7 好 你再看一下 这个营收 8月EPS是货0.26 0.26 货 那你认为 各位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是营收 我在怀疑 这个公司怎么样 可能营收是塞单进去 他在炒股票 我觉得让你 这个营收跳到这么高 可是你看一下 这个第二季的营收 比第一季来的高 可是EPS为什么只有0.03 比第一季的0.7 大乎衰退 所以各位 股价高达89块1 各位 你认为有没有高估 我不晓得 各位 再下来 你看这个股票 我跟你讲说 大家看到光宏 9月份营收比 第8月份营收成长 12.6 可是今天那公告了 他9月EPS多少 户 0.07 9月份营收是最高的 这个营收是怎么样 EPS是-0.07 那你认为这个1.1 这个1.2 所以这一档股票 今年要到EPS 0.10很难 好 你看一下 4956 我跟你讲说 今天应该开高走低 结果怎么样 他先开涨开高走低 开涨顶半 杀下来 结果又拉上涨顶半 你认为这个怎么样 你认为这个怎么样 我不下结论 你认为他怎么样 营收1.24 结果EPS是怎么样 负得0.07 有没有转贵为盈 没有 那你看一下 人家是0.63 你是0.02 第三季只比0.02 成长6.4 可是还是亏钱 0.63 这个成长14.8 股价在怎么样 所以各位 我跟你讲 明天这一档股票 一定跟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交替 也就告诉你 光宏明天一定是长黑 因为今天硬拉一天了 那今天政府强迫他公布财报 你的EPS是负的 那这个KD指标到达 明天各位 我跟你讲 定颖 提威西 东阳 刀辉 还有这一个 军居 还有这一个新景福联 这些股票 各位 低档有限 好 好 再来跟你讲一下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我 细光子 我只看好怎么样 细格 台新科 跟怎么样 日月光 好 再来看一个 我跟你讲说 AI伺服器 灰达涨上来了 Mita涨上来了 各位甲骨文长 还有一个日本 我过去是不是跟你讲说 什么 这支爱德万 他也因为切入AI 所以各位 所有股票 我跟你讲 我刚才已经暗示你的 我暗示你呢 暗示你什么 暗示你这个 股市市值除以GDP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台湾 这个就是台湾 所以我跟你讲说 台湾有些股票炒得太离谱了 你认为台湾的股市市值占GDPJ 到10月11号已经高达297.28 你认为要不要修正 台湾的市值占M2已经占113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大陆了 这个就是大陆股市 这个就是台湾股市 所以你认为台湾股市里面存在的 有没有泡沫 我跟你讲一大堆泡沫 那哪些泡沫 各位 没有EPS股价炒到38 你认为这个不是泡沫吗 光盛联军3块4炒到怎么样 228块本利比67倍 你认为这个不是泡沫吗 上全 今天EPS不到0.8炒到249.5 本利比3你认为这个涨几倍 涨11倍 这涨5点减 各位跟你讲说这一档股票会缓弹 但是缓弹明天各位不可以去追了 好 跟你讲说旺系 很刚大 齐红因为KD指标到达高档 双红KD指标到好 这一档股票 本利比怎么样14.5倍 KD指标到达低档 所以各位我跟你讲超涨股票一定有一波大修正 各位一定有一波大修正 那什么股票会出头 严重低估KD指标到达低档的 比如说国际这个EPS本利比赦 他只有涨2.1倍 各位这个涨多少 13.76倍 这个涨5.71倍 这个涨11倍 这个涨怎么样也将接近11倍 齐红涨9倍 庄红涨7.6倍 这个涨怎么样11.5倍 这个涨怎么样12.5倍 各位高本利比高本利比 各位高本利比高本利比 没有本利比的好 各位 这个本利比只有怎么样18.3倍 这个本利多少 40.6倍 这个本利比多少 41.6倍 各位 这个17.2倍 KD低档 这个涨1.86倍 本利比12.2倍 本利比12.2倍 KD到达怎么样低档 这个怎么样涨本利比19.2倍 KD指标到达低档 台光电本利比15.2倍 KD怎么样 KD 这个KD到达低档 各位 所以各位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你认为台湾的市值战机BDP能这么高吗 那那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那一些主力乱炒 炒到不可思议的价位 我跟你讲 那一些股票我跟你讲 一定有一波会像这样 像哪样 各位 一定有一波像万海 这样会崩盘下来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投资人讲 如果你还喜欢炒作 那些涨幅那么大 已经脱离基本面 我奉献你 你一定要设下停胜点 各位 你回归到怎么样 本利比很低 比如说我跟你讲 定盈 东洋 提约西 耿鼎 建林 五脸 心情 还有AI伺服器 AI伺服器 KD到达高档的 你宏高 你这个地方 静带怎么样 台积电这个地方持有人 你不要卖 空手你不要再进去了 你等怎么样 台积电公告 华硕也算 你那时候怎么样 把它卖掉 你转到怎么样 KD到达低档的 勤成 立志 还有我一直跟你们讲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业绩非常好 一定会涨 那各位 六四三八 不要碰了 各位 听黄老师讲的 各位 你听我讲的 六四三八 你们都赚到大钱了 涨一倍了 各位 空手人不要再进来 持有人 也不要杀低 但是 静带他缓弹上来 后立了解 你要回到 这一档股票 回到 这一档股票 可是我看了最好的 六二七四 二三 八三 八二 一零 就是业绩要好 KD指标到达低档的 就像我跟你讲 三七一五 一五 二二 一五 二四 八三 五八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自己小心 台湾何德何能 台湾真的是何德何能 可以享受这么高 那我跟你讲 台湾里面一定充满的泡沫 但是不用怕 台湾也充满了怎么样 麻雀 红黄 你要怎么样 针对红黄 来布局 各位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请你带进来加入我们行内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周刊加月刊各一年 优待价才一万元 搭配QLED75寸大电视 及五中立太空舱按摩椅 不用五万就可以将插几好礼带回家 包含安装及送货费用 机会难得 赶快拨打02-6608-2998 万宝带回家 财富就增加 财富就增加